啊 鞭炮刺耳的声音 啊 崩盖好的澳门烧肉入炉 这个时候呢 盖半盖在这里 200度以下 300度以下都行 现在看这个肉的表皮是不是干巴巴的 烤到的肉的表皮像刷过油那样 整块肉的滋滋滋滋的冒油的话 肉咬的时候它开始爆的上来 我们加那个星炭 火咬多大冲多大 上不封顶 冲到它爆表都行 但是不要低于350度 尽快地把它烤黑就行了 上不封顶的温度让它大火冲 然后现在开始冰巴拉 已经开始爆吗 必须要拿爆 看一下我们的油温 已经超过了350度哈 对了 啊 漂亮那一块 我们这个时候呢 只一定轻轻地刮 看到吗 它绳子就绳子在这里哈 大胆地把它修完 刮完之后呢 再刷点油 刮完角度肉 我们放进去 最低就低于200度 最高不超过250度 10分钟我们就可以出来 这个肉就是我们成功了 让我们消肉了 我们现在就准备出炉了 拿一块肉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啊 鞭炮自来的声音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